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我们把所有的HBase技术知识都已经讲完了 包括一些简单的常用优化都讲完了 那么我们最终以一个项目来做整个课程的结束 那么这个项目呢,我想了很长时间 以什么为基础呢? 考虑到再三 我还觉得以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类似朋友圈的一个项目为例 为什么选择它呢? 因为我们对这个朋友圈每天使用 需求呢,我们基本上了解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谈需求呢 大家就有一个统一的起跑线 不用去讲场景 也不用去讲一些什么案例 我们都明白,都会用 如果你不用朋友圈 那你这个互联网,互联网知识也太差了 好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项目之旅 我们整个HBase第一个项目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动脑筋 那我们基于HBase的朋友圈的开发 那这是我们一些这个 最章级的一些这个大纲 第一个我们去需求分析 但凡你做任何一个系统 不管它上一规模的 还是上万规模的 它都有需求分析 分析完过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考虑到表设计 一些功能设计的 对吧 但我们做简法 简化的 我们只做表设计 然后呢,我们会模拟 我们常用的这种朋友圈发消息的这种机制 同时我们也会模拟各种维度的查询 最后呢,我们进行简单结果验证 那学完这些呢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去找一份 有关于HBase开发的这么一个工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都来自于实战 好 那么第一点,我们看需求分析 第一个,用户注册 那么大家知道 我做任何事情 任何系统 它里面是不是有用户 是不是有用户 你想想看我们做任何系统 你不管去登哪个网站 去做银行 到银行去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得开户 也就是用户注册 是吧 好 那么用户注册 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关注什么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关注 用户名是否唯一 对吧 对吧 因为这个是你要登录的 如果说你的用户名是跟别人重复了 就麻烦了 对吧 用户名是否唯一 我还有什么 我有注册时间 我还有注册地吧 我是哪注册的是吧 我是不是还有个人基本信息啊 这是不是都是我们这个注册考虑的信息啊 当然这是我们的核心点 对吧 这是我们的核心点 标红 用户是否唯一 还有个人基本信息 这两块 那么我们在想啊 用户名是否唯一 这样一个需求 我们怎么去去做 有些人说 这么简单 对吧 我们用get 查询一下这个用户名 有些人说这太简单了 我rollkey 等于用户名 我判断的时候用什么呢 我get的用户名 如果不存在 就写入 存在 就是什么 提示 用户语注册 那大家想想看 这个问题 有没有 这样做 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非常 非常这个 重要一个内容 我们如何去简移用户名 是否唯一 那么我这么说 百分之我想啊 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的同学 都认为 就这么干的呀 是吧 这不挺好的方式吗 真的有没有问题 真的没问题吗 真的没问题 这么干吗 大家动动脑筋吗 这样干真的没问题吗 其实有问题的 我要给大家画个图 我们这么干 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的客户端 是吧 我的server端 这个时候我去 这个时候我去 我去查询 比方去查一个什么 rollkey 等于什么 等于 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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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查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系统是高并发的系统 是吧 为什么使用hbase 就因为它是高并发 高响应的 那如果是我们使用单线程做 没有问题 对吧 我mats 去这边查询一下 哎 结果呢是 我们就会返回什么 因为没有mats 这个嘛 我们返回空 是不是 那返回空过后呢 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往里写入了 啊 put key 啊 rollkey 等于 mats 那么我们在 单线程里面 这样做 一点问题没有 哎 如果说我们的多线程高并发里面做呢 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呢 假定啊 我们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二步 这是第三步 同理有个人注册的mats 第二个人在我们这边注册 因为我们也是mats 是吧 他也是mats 好 我们去看看 发现也没有 是吧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返回一个什么 他是不是返回空了 对吧 反过空了 按道理 这个时候 我应该是什么 可不可以 反过空了 我是不是 pull了 我 是不是pull了 还没有执行这个put的时候呢 我上面这个put已经进去了 刚刚返回空的时候呢 我这边有一个 已经有了一个rocket image了 大家想看 这个时候我再放一个rocket image进去 什么情况 是不是把我刚刚那条记录给覆盖掉了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之所在 我们不能这么干 不能这么干 那我们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有原子操作 那么这个原子操作是怎么去用法 我们这个后面来给大家介绍 后面来给大家介绍 那么这个关注好友呢 就比较简单了 是吧 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我用 那观众好友怎么算机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简单了 我这个 我的ID是吧 MyID MyID组合 FrontID 等于什么 等于rook 不就可以了吗 是吧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发生消息 也简单 对吧 就用put 就可以了 那查看消息呢 我们就用get 或者skin 但是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是吧 我要看 去看什么呢 看我的文章的 点击量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记录的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些 最基础的一些需求 那么我们有这个需求过后呢 我们下一步呢 就开始 进行表的设计了 进行表的设计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这一节课需求分析的重点工作就是 我有几类啊 是要去满足的 第二个 我的这个用户注册 是考虑原子操作的 我们能够把这些人清楚的理解过后呢 那么下面进行这个表设计呢 就非常简单了 非常简单了 这个内容 特别是用户注册 大家一定要去看懂我画这幅图 看懂我画这幅图 一定要看懂我画这幅图 否则的话 你就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那样做不行 哇 行 好的 那么这期课呢 我们到这里啊 大家客户一定要去记得 我画这幅图 为什么 说我们刚刚想学想那种去get回来过后判断下 没有 在put 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 一定要想清楚啊 一定要想清楚 我们不是单级的 我们是多线程 是高并发 多线程高并发 好 那这些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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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